的话 它是和别的是有区别的 知道吧 口感是有区别的 它更好吃 它没有丝的 这个小秘书 它没有丝 它里面是没丝的 它是它煮出来的话是那种板栗色的 然后甜度甜度也很高 板栗色的 板栗的板栗密书 板栗色的那种 知道吧 真的值得带啊 你们直接就拍就行了 你们直接去 相信我没有错的 我不会骗你们的 常温的话可以放个半个月是没问题的 最少是半个月 最少是半个月 因为我们之前有发过货 我们之前发过一次 然后呢 我们放在我们这边 因为那些瑕疵品 瑕疵品 我们没有发 我们 挑选的那些 我们第一批瑕疵品是没有处理的 我们就留在餐口 然后自己吃也吃了一些 也不多 那个的话 第一次有三四十斤的 三四十斤的瑕疵品 然后呢 我们就放在餐口 我们放了半个多月都没有坏 它只是说表皮干了 它只是说表皮干了 但里面它是 它的里面它是 没有坏的 它是可以食用的 只要是你们给它放在通风 通风阴凉的地方啊 通风干燥的地方 不要给它预水啊什么的那种的话 就不会坏的 你说预到水了 那肯定会坏掉 是吧 给它放到 给它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 不要给它预水的话 是不会坏的 然后我们发的话 都是从地里面挖了 就直接就发 就留一天 然后再给你们发的 没有洗过 红薯都没有洗过 因为这个沙地种的不需要洗 沙地种植的不需要洗的 沙地种植的不需要洗 因为它们现在马上挖好了 我就不过去了 我现在等着它们过来拉香蕉 我拉不完 我就不 我就不过去了 地里面地里面 我就不过去了 我们待会 然后他们待会帮我们送到仓库了 送到仓库以后呢 我再给你们看那些给你们发货的那些标准 反正你们之前也有回饭 然后我们现在包括我们 包括我们就是说 都是给你们从沙地里面搞的 已经 这个东西已经是在我们这边就是卖了 又卖了多少次了 卖了又买了 他们是老粉啊 是吧 之前那些宝宝买了是买了 又回来回购 又回来 买了又来回购的 都是来回购很多次了 都是来买了 然后来回购很多次了 而且 口碑特别好 反馈特别好 反馈特别好的 他们说 哇 这个小秘书呢 好好吃 又粉又粉糯 然后又甜 就是因为我们找货 我们都是 我们找这个小秘书 我们都找过的 我们都找了好几次 我们都各种去找 因为 有的它是那个土地种的嘛 土地种植的 它和这个真的是有 它是有太大的区别了 这个东西 具体的应该是特性吧 因为就是说 红薯这个特性 沙地 就像那个西瓜一样的嘛 像那个西瓜 西瓜 它不是在沙地种的西瓜 它要更沙 更好吃嘛 这个红薯它也是和那个 也是一样的 它的特性就像沙地种的很多东西都比较好 比如说什么花生啊 是吧 等等都是比较好 所以说 我们都是一直都比较给你们找好货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我们生存的根本 这个的话也 这个的话也是我们这种小直播间 生存的根本 是吧 然后我们肯定也 我们也都是以这个 我们也都是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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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向去做 都是要给你们找好货 包括以后啊 是吧 等等 我们都是要去找 都是要以这个方向去做 以跟你们搞 高性价比 高品质的货 红米的话 还没 还没有 现在新鲜的红米还没有的 现在 现在新鲜的红米还没有的 现在新鲜的红米还没有的 现在新鲜的红米还没有 我外婆家那边有 什么根本不根本 什么根不根的 红米现在还没有啊 现在 现在那豆骨它长那么那么高 豆骨都才 那个 那个水豆都才长这么高 你说那时候给你找红米 现在那个水豆都才长这么高 那你让我去那里给你找红米啊 再倒包 红米没有 红米到时候如果说你要嘛 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 到时候慢慢我外婆家那边 因为我 因为我外婆家那边 他们有人会种 他们会有人会种那个红米 如果说既然 既然你来问我了 是吧 既然你来问我了 那我 我跟你打听的东西 那我肯定给你搞好的啊 是不是 我不可能给你搞差的 等我给你问一下小弟 咕噜小弟啊 到时候我 我到时候我帮你问一下我外婆家那边 到时候我问一下外婆家那边 他家那边 如果说有的话 我跟你讲 好吧 行不行 到时候我问一下外婆家那边 他家那边 到时候如果说有了 那你要的话 我 我和外婆说一声 到时候让他给你搞一点就行了 你要多少斤啊 你要多少斤 卡了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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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新的那种 肯定拿新的 老的那种肯定不要嘛 拿老的干嘛 肯定拿新米嘛 是吧 肯定拿新米咯 我肯定要给你拿新米咯 我肯定要给你拿新米的嘛 所以说我要问的话也是问新米 到时候如果说你想要 到时候我跟你问一下 应该他们那边有人种 像我们这边是种的人少 我们这边现在种的人不多 因为红米那个产量不高 红米那个东西产量不高 所以说有的人他不愿意种了 知道吧 欢迎新进来的宝宝们 哈喽 等一下他们过来 到时候我们一起过去了 你们想不想去香蕉 去看看那些香蕉 我带你们去地里面去寻 去看一看 去转一转要不要去 香蕉是真的值得带的 素素姐 素素姐中午好 我看到素素姐 我看到素素姐悄悄的进来了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那有什么好看的 跟你们展场见识吗 是不是 那你要看我 我有啥好看的 欢迎新进来的宝宝们 没有点关注的 给主播点点关注 左上角头像 左上角头像 帮忙点点关注 左上角头像 帮忙点点关注 左上角的头像 搓搓搓 帮忙点一点 左上角的头像 帮忙点点关注 这里 慢慢点点关注 这里 慢慢点点关注 我 帮忙点点点点关注 然后是吧 等到以后 就比如说你们今天这个产品呢 你们今天这个产品你们不喜欢呢 没事 反正我们还有其他的新品要上的 我们还有其他的产品要上的 到时候你们再过来买就行的吗 是不是 你们到时候再来买就行了吗 再来回购就行了呀 是不是 产品的多 因为咱们家咱们家 咱们家秉承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咱们家秉承的理念 秉承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咱们家只卖 印记的新鲜的农产品 水果蔬菜 印记的农产品水果蔬菜 然后咱们家 就是说都是以高品质 高品质高质量 给你们来带这些东西 知道吧 哎呦肚子都好饿 肚子饿死掉了 我的肚子好饿 欢迎新鲜男的宝宝们 哈喽 走 带你们出去逛一圈 好不好 带你们出去刘达一圈 看看给你们所卖的香蕉 还有红薯 它的种植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这个车子马上就要没油了 不能再开着空调了 走 没有加油 没有加油 这是大概桥底下 这是那个大桥底下 这一片 香蕉就这些了 给你们发货的香蕉 然后就在这个地方了 这些就是给你们发货的了 这是香蕉树啊 对啊 小甜甜 你小甜甜 是不是小甜甜刚刚问我的呀 是不是你问我的香蕉在哪里呀 谢谢宝宝的关注啊 这个就是我给你们发货的香蕉了 这片地就是我给你们发货的了 就是我们一号链接那个香蕉 就是这片地的了 小甜甜 那赶好嘛 这一片地就是我给你们发货的那片地了 这些是砍下来的 这里是砍下来的香蕉 我们要拿回去发货的 这个香蕉是农妇自己种的 农妇自己种的老品种的香蕉 老品种的香蕉 它是不打那些增长树 它是不打增长树的那种 都是很原生态的种植的 然后呢 这个香蕉呢 你们买回去的话 需要你们自己捂熟啊 香蕉 你们买回去以后呢 需要你们自己捂熟 因为它是不打催熟剂的 咱们家这个香蕉是不打催熟剂的 需要你们烧到货以后呢 你们自己把它捂熟了才行啊 哈喽 柠檬姐姐来了 柠檬姐姐 需要你们 需要你们烧到货以后呢 把它自己捂熟 需要你们捂熟 小米椒 叫法不一样 这个东西是叫法不一样 其实这个东西是叫法不一样 其实我们这个的话也能赚 我们这个也 我们这个也能算是叫做小米椒 但是呢 我不叫 我就不叫它小米椒 我就叫它 我就叫它叫做老品种香蕉 你的熟了一些了 有没有尝了 有没有尝一尝 烤不好吃 我就我就叫它叫做老品种的香蕉 我不叫我不叫它什么小米椒啊 什么什么那种 不叫那种 我就只叫它就叫就叫它叫做小米椒 我叫它叫小米椒啊 说错了 我就叫它叫做老品种的香蕉 好吃 对 这个香蕉很好吃的 我就叫我 然后这个是种在这个河边 种在这个河边 然后那个蜜薯的话 也那个红薯的话 也它也是种在这条河的下面一点点 它种在下面那边 下面一点点那个地里面 然后香蕉种在这里 香蕉种在这里 香蕉你们直接去拍 真的值得带了这个香蕉 香蕉很好吃的 真的啊 这个香蕉是非常绿色健康的是吧 非常绿色健康的 就是说咱们家这个香蕉 最大的侧点 其实也不难是吧 姐姐 其实呢 其实像这个 就是把这个香蕉捂熟 其实也不难的 也很简单的 就是麻烦一点 但是吃的是 吃起来健康呀 所以说我一直都在强调这个问题 我都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 真的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是看得多见得多 像我这个人是属于那种 像我这个人 因为像我是 像我这个人卖东西 我不单单是为了卖产品 我不可能说是卖了 然后我就走了 我就不管 因为我卖的都是 卖的是卖我们当地的 卖我们当地的东西 卖我们当地的品牌 卖我们当地的东西 所以说我不单单是 把货卖出去就不管了 是吧 我还要管售后 还要管口碑呀等等 我卖的是个口碑 我卖的是我这个人 我真的卖货吗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带货的一个初衷和想法 我卖的东西不单单是卖 卖产品 我还得卖我这个人 卖我们当地的民生 是不是 我不可能说是给你们搞一点乱搞 是吧 管他什么好不好 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搞过去 是吧 自己的名声 是吧 自己的人品 等等 把他搞坏了 那不可能 那不行的 不能那样子搞的 所以说呢 像这个香蕉买 你们之前可能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或者没有买过 这个是很很正常的 因为是吧 因为是很正常 没有买过 但是呢 这个香蕉最大的特点 就是说 吃起来健康 然后呢 再一个的话 就第一位 他吃起来 他健康的 因为他是绿色绿色健康的 然后他是不打垂手剂的 他是纯天然的 这些的话 所以说他是 他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嘛 然后呢 这是最主要的要素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要素 就是这个 然后呢 口感都是低 口感都是剩下的 口感那些的话 都是吃药的了 口感啊 那些那些都是放在第二位了 口感啊 啥的那些都是放在第二位了 口感那些都是放在第二位的 口感的话 也是非常的软糯的 软糯的 然后很也很甜 也很香 因为就是那个香蕉的香味 也很浓郁的 香蕉的香味也是很浓郁的 非常的软糯香甜 软糯香甜 就那个香蕉的香味很香 香味 香蕉味很足 芭蕉是不是这种 芭蕉不是这种 芭蕉是另外一种 芭蕉它是比较短一点 芭蕉它就只有这么长 净重五斤 对 净重五斤二两三两 反正我们都会撑 都会发 都 就是说我们发货的话 都是会给你们多发一点 净重五斤二两三两 因为这样子的话没关系 多一点少一点 因为它都会有损耗的 都会有损耗 不能少一点 我们发货都是多发的 都是多发的一点的 因为它有损耗 小米椒 这个可以叫做小米椒 可以叫做老品种香蕉 九二姐姐 芭蕉不是这种 芭蕉是只有这么长 芭蕉就只有这么长 它更短 它是比较粗一点点 芭蕉 芭蕉它是有甜味 但是它没有香味 芭蕉我去年卖过了 芭蕉我去年卖过了 去年卖以后呢 他们馋了以后呢 他们就说 芭蕉也好吃 但是呢 它没有香味 它没有香蕉的香味 这个 这个它比芭蕉的话 它的那个香味要更香 它比芭蕉的香味要更香 它有香味 因为芭蕉没有 顺风小哥打电话给我 他说我快递到了 这个更好吃 姐姐 我跟你讲 这个更好吃 这个更好吃 因为去年 去年我有卖过 去年我就卖过这个东西了 去年我就卖过这个东西了 我是 他们是 就是